大家早安,我是贤君 我今天要带大家回过蜡笔小新电影版是 《风起云涌》的《金毛勇者》 这是蜡笔小新第16部的电影版 这部电影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它是蜡笔小新前4部电影版的导演 本相满再次回来担任导演的一部电影 那大概就是这样 这次的前沿非常的短 但是在回顾剧情之前 请让我进入一下工商时间 今天我来跟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 大家有没有过曾经得知某些美剧或动漫 有上载或是之后要上到Netflix上面 但你之后又发现 台湾的Netflix根本没有上这部作品 对,像去年的蜡笔小新电影版 就只有日本才有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推荐一下 Surfshark VPN 只要有了Surfshark 几秒钟就可以连到其他国家的伺服器 虽然你可能改不了国籍 但至少你的电脑可以暂时变成歪国人 它有3000多个伺服器 基本上大部分的国家都可以连到 而它除了可以看国外的Netflix YouTube、Disney家之外 还可以保护你网路上的隐私 可以利用Surfshark加密你的资料 不会被追踪网上行径 连线到不同国家的VPN伺服器 也能解决预订机票和租车时的区域定价差异 而Surfshark没有限制使用装置的数量 所以只要一个订阅账号 就不只是你的VPN 你全家都VPN 现在只要与影片下方的网址订购Surfshark VPN 输入优惠码就可以享有17者优惠 平均一个月只要2.21美金 而现在因为假期优惠 还可以获得40个月的额外使用期限 如果再加上好几个朋友分摊这个账号 可能一个月连一顿泡面的钱都不用就可以用Surfshark了 不过虽然Surfshark没有提供免费试用 但他们提供30天的退费保证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非常好的入手时间 不只有相当优惠的折扣 还会多送你几个月的使用期限 在这30天内用得开心的话 你现在购买就是在最划算的时机买到Surfshark VPN 还不赶快把握机会点击下方的连结 趁现在把Surfshark的账号拿到手 好啦 那接下来我马上开始回顾剧情吧 电影一开始小星正在看动感超人 这次动感超人遇到了动感光波打不赢的对手 结果咪咪子就给他送来了博士新发明的动感超剑 看到动感超人用动感超剑秒杀了敌人 让小星感到非常的兴奋 下次和美娅一起逛百货公司的时候 他就表示他要买动感超剑 但没有想到他拆了包装之后 里面居然只有装着一把尺 跟美娅讲 他还以为是小星把里面的东西用坏 才编了这样的借口 不过之后美娅打电话问百货公司 对方就说可能是装错了 小星就因为他被冤枉而生了一整天的气 隔天小星放学回家时 居然在路边看到一只长得和小白一模一样的黑狗 小星一看到他就帮他取名为小黑 但他又表示家里已经养了小白 转身就要回家 可是看了小黑的表演 就燃起了小星想养他的欲望 于是他把小黑带回家见小白 才发现他小了小白一圈 而美娅也看到了这多出来的一只狗 晚上大家讨论要不要养小黑时 美娅就表示反对 毕竟他们已经养了小白 而且广志赚的钱那么少 广志一听就生气的表示 不就多养一只狗吗 钱什么的我会想办法 不过你要负责照顾小黑 于是他们家又多了一只狗 后来晚上睡觉时 小星觉得口渴就起床喝个饮料 就在他想回去睡觉时 却发现大门外 照进了不像是晚上会有的光芒 结果他毫不犹豫的开了门 而门外的世界居然变成了 像是IB恐怖美术馆那种风格的世界了 小星倒是完全没有害怕的想法的到处玩耍 不过就在他玩到一半时 突然有个男人的声音向他搭话了 回头就看到有个男的从墙里走了出来 他说他叫麦克拉库拉支柱 身上的右鼠叫鼠爷 接着他问小星是不是被选中的勇者 因为同龄告诉他小星就是勇者 然后他拿出了一张契约书 要小星在上面签名 而他会给小星一堆钱 而且只要做一些简单的事情就好 结果小星就表示他不要 因为他根本不会写自己的名字 麦克就说那你点个头说好就行 小星就表示 可是我不会用钱 我妈从来没有给我碰过钞票 说到这麦克里至线就断了 吓得小星把腿就跑 直接跑回他的家里 这里你们可以看到 小星回家是会抽高一瞬间关门的 而因为晚上发生这件事 让小星早上非常没有精神 跟其他人说也没有人相信他 于是时间又到了睡觉时间 这次醒来时他直接听到 外面有个女生的声音在呼唤他的名字 开了门之后的确有个大姐姐站在外面 可是这次小星相当的谨慎 他表示他才刚被一个怪叔叔欺负过 但大姐姐一说他和那个人没有关系 小星就知道这个人一定是好人 大姐姐名叫普利莲 他说他想去还租来的骗子 问小星能不能陪他去 小星当然义不容辞 而且他还带了两只狗一起过去 到了店门口 小黑居然很害怕的往回跑 一副不想过去的样子 可是小星要他听话 他也只能乖乖的跟着小星走了 小星按了自动门的按钮 门很正常的打开了 但也随即不正常的发出了极其刺眼的亮光 等到小星张开眼睛时 眼前的出租店已经不见了 普利莲人也不在他身旁 吓得小星今天又跟飞的一样跑回家了 而有一个奇怪的箱子在他离开后 从这空地跳了出来 跟上了小星离开的路线 而当小星在上厕所时 他已经跟到了他的背后 接着箱子变身成了一个小孩子 他说这是叫做幻形的魔法 而他的名字是马塔塔比 他说小星是已经被上天选中的勇者 而小星听到这件事的第一个反应是 上完厕所后 马塔说小星已经把连结这个世界和超级黑暗之间的门打开了 那个世界的人很会用叫做阿法的魔法 说完他就快要消失了 他说因为他和那个世界的人都只能在晚上出来活动 而在这一天之后 广志被告知他的身迁失败 让他稍微意志有点消沉 最近广志还没牙也比较常吵架 也没什么人理会小星的下流梗了 又到了晚上 小星依旧独自一人醒来 而迈克这次居然直接跑到他家里 他说这次他想要问小星一些事情 小星一看到他就想叫醒广志他们求助 但迈克说他已经把这里的时间定住 他们是醒不过来的 于是小星又只能逃跑了 还在家里跟他玩起的躲猫猫 不过基本上小星根本就被他玩弄于执掌之间 还好马塔及时过来帮助他 可是迈克看起来很瞧不起他 他表示马塔会和他爸一样被他们干掉 不过马塔的内心根本不受影响 他非常帅气的带着小星一起逃走 诶 结果还是逃跑啊 但迈克马上此处唤醒 把这里的空间变成了他所希望的模样 不过这不是问题 马塔说只要小星和他同心协力就能换形成任何东西 然后小星就把马塔换形成了一架飞机 而迈克当然也换形成了一架 诶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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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五架 凭什么他一个人变成五架飞机啊 他是黑暗大法师吗 总之他虽然数量很多 可是小星他们凭着过人的机动力 一台一台慢慢地削减敌方的数量 最后连迈克的本体也在小星他们的子弹下丧命了 于是小星他们又回到了正常的世界 但马塔表示这还只是刚开始而已 好在小星还可以靠马塔保护她 而马塔其实是个女孩子这件事 对小星来讲也是好事一件 几天后当爷爷一家在吃晚餐时 门外有人在暗店里 当小星打开门后 普丽莲就走了进来 她跟小星说发生一件大事 想要和她爸妈谈谈 没想到小星走回客厅时 网至他们全都静止不动了 普丽莲看到这件事 就说事情会变成这样 都是因为马塔的关系 这时马塔也非常华丽的登场 却见到小星用失去信任的眼神看着她 还指责马塔把时间停住 害她的家人都不能动弹 马塔当然马上开始辩解 但普丽莲一直吵着要小星把她封印 小星就用了普丽莲叫她的封印法 成功的把马塔封印成一张卡片 接着普丽莲感谢小星帮她拯救的世界 然后就跟小星说下次见 并离开了小星的家 回到客厅 广志他们也就恢复正常了 可是隔天起床之后 他们看到电视里居然颁布了新的礼仪法律 像是上下班搭捷运使用手机 音乐太大声从手机里传出来之类的人 都会直接处以死刑 广志去上班也要搭乘男性专用车厢 到了公司还被通知她升职为董事 小星在幼稚园的其他朋友 也不管她做什么都是笑脸迎人的 家中的电视节目也变成了动感超人交为积分 觉得奇怪的小星转头一看 看到了今天最不对劲的画面 结果当她把这个奇怪的拼图取下来后 外面的景色就如拼图一般溶解了 留下了与往常一样的黑夜 也就是说今天他们看到的景象 都是敌人唤醒出来的假象 其实真实世界时间被阿法停住了 后来广志他们从小星的口中得知了事情的经过 美娜就说她把马塔变成了卡片收到了二楼抽屉 卡片拿出来 他们就听到马塔的声音从卡片里发出来 她要小心把封印咒语倒过来念一遍 然后她就确实的恢复正常了 但是复活的马塔脸非常的臭 小星一看就跟她道歉 马塔表示道歉可以解决就不需要警察了 小星就表示那你打我好了 看到马塔举吸手小星闭上了眼睛 不过马塔表示我知道你是真的知道错了 说完他们身边的景色和他们身上的衣服都产生了变化 房间的墙壁也像纸板一样倒下 外头成了一望无际的草原 普利莲站在一段距离外 嘲笑他们明明乖乖听话就没事了 接着他唤醒出了一台跑车 直接撞向演员一家 躲过撞击之后 马塔就唤醒成了一台不知道是什么的协力车 而他的速度根本比不上普利莲 被分配在后面的小星就特别的可怜 嘿 马塔一定是趁机抱他被封印的仇 后来他们不断的加速 就在他们加到最快时 前方突然出现了一座城墙 所有人全力踩刹车 车子就弹到了城墙上 而完全没注意到的普利莲就一头撞死在城墙之下 马塔变的车也很快就爬不动 变回了原形 落地时他把大腿变成气球 让大家安全着陆 落单的广志因为是猫 所以可以自己降落 起身后 马塔说敌人的首领 阿希塔克达克还没出现 打倒他就可以让世界恢复正常了 说完旁边景色又被新的景色吞噬掉 这次就是达克变出来的 而他本人也正大光明的登场 还像是杂耍一样踢破几块木板 屁啦 踢破几个烂板子就是万中选一的人才 明白你个大西瓜啦 总之他就要大家乖乖听他的话就好了 那广志他们当然不会乖乖点头说好 达克一听就唤醒成一条巨大的黑龙 雷达三月书的野员一家也跟着喊出了唤醒 他们一家就化身成为了野员X 正面的防御力看起来有够低的 不过他的机动力可以用广志上班的电车 更甚至是出差的新干线来补足 攻击方式不但有小葵半夜哭泣声波 还有美牙的主妇切丝攻击 给他肉体和精神上的打击 最后是必杀技 广志的史上从没脱下的臭袜子钻头 给了达克致命的一击 于是这个世界也慢慢崩溃了 马他也非常开心的感谢野员一家的帮助 小星也非常得意的哈哈大笑 但笑了一段时间他才发现 广志和美牙他们又静止不动了 整个空间还突然拓展开来 看来达克根本还没有死 就在唯二还能动的两人陷入恐慌时 达克就出现在他们后面 而他一现身就用阿法把马塔给石化 虽然小星就只剩一个人了 不过小星还是不放弃 他对达克施展了封印术 达克马上陷入了强烈的痛苦之中 哦没有他是演的 哦这个演技也是万中选一的人才嘛 我懂了 总之小星又逃跑了 可是前方出现的奇怪的黑白生物挡住了他 在黑白生物的包围下 达克对小星发出了光波 没想到小黑在这时冲出来挡住了攻击 接着小黑化身成为一个盾牌 原来他是黑暗世界传说中的银盾 他表示达克的攻击只要从正面来的他都挡得住 但要打倒达克必须要找到传说中的金矛 而且他知道金矛一定在小星的身边 小星一听脑中也大概有个想法了 于是他开始往某个方向冲 最后突破了达克以及他手下的阻碍 抵达了某间房间 拿出了那把尺 这把尺也像是在回应他的期待一样 变成了一把金剑 达克也掏出了两把大剑 表示就算这样你也赢不了我 小星就趁他在讲话时把他披成了两半 结果这两个居然各自成为了一个个体 好烂 你的手下一变五 你个一变二还万中血一嘞 接着两个人一起围殴小星 小星当然毫无招架之力 不过这时金矛和银盾表示他们可以给小星力量 于是小星就用他们使出了唤醒 制造出了强大的身体 和这两个达克打得不相上下 最后达克在小星身旁快速绕圈 看起来像是有无数个他 但小星集中了精神 在他们攻击时闪了开来 两只达克的刀就互相刺在对方身上 达克这次就真的消失了 后来金矛和银盾把马塔恢复原状 马塔看达克被打倒 就把通往黑暗世界的门打开 跟小星解释把金矛和银盾送来地球的就是他爸 但没有想到会变成齿汉小狗 今后他们会一起把黑暗世界变成更好的国家 还有之前提到的同龄也跑出来说他会帮忙 然后马塔就和他们一起离开 这个世界又恢复正常 这部电影版也就到这里结束啦 如果我拍回看个两三次之后 要我给这部电影版一个评价的话 我其实是非常苦恼的 我一直在想到底是无聊比较适合这部电影 还是随便更能直观地阐述我对这电影的看法 但老实说感觉应该是各占一半 因为如果要说这电影的设定很随便 其实也不能这么说 他常常有一些细节的设定 像是在黑暗世界和正常世界的连结之前 他们是不能碰到这世界的东西的 所以本来小星想和普烈炎牵手 他却表示要还文骗子才能牵 本来他是在门外呼喊小星的名字 因为能碰到这世界的东西后就改成暗电铃 小星每次遇到敌人的夜晚之后 都会有一小段描写他们生活的画面 最后对比到黑暗世界唤醒出来的世界 总之就是有一些细节的东西在里面 而这次的世界观一开始会不清楚敌人要做什么 跑出来居然不是签攻击人 而是说要签契约书什么的 会让人感到好奇 这次的世界观到底是什么样子 所以并不会说你看这电影时会一直感受到无趣 但是也因为如此 才会让我更能感受到这部电影的缺点 它明明有看似神秘的世界观 还有一些伏笔什么的 像一开始剪刀长得和小白一样的小黑 这一看就知道一定是什么重要的剧情才对 结果它根本没有什么剧情 就只是最后跳出来表示 我是影盾 可以跟小星一起生活 我很开心 开心的头啊 你们中间根本没有培养感情的剧情好不好 你只是到人家家里白吃白喝 觉得很开心很爽吧 然后前面说到每次小星晚上遇到敌人 就会演一下他早上生活周遭 产生了怎样的变化 一开始我还讲说 也许这些坏人越和人类世界有连结 就越能影响这个世界 结果真的产生了连结 也只有制造出一个假的现实世界幻象 那外面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根本就不知道 然后敌方和手下一个一个轮流上来送头 死法也越来越搞笑 什么开车撞墙而亡 但那世界明明是他自己做的 撞死在自己唤醒出来的墙壁是怎样啊 然后魔王被自己用刀刺死 而且他自己显然也非常惊讶 导致看这部时你真的不会有 这些人真的来统治世界会有多可怕的感觉你知道吗 加上后来的发展可以说是随性到不行 就是敌人来了打倒他 敌人来了打倒他 重复到结局这样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剧情可言 就连马塔被封印这种比较让人有危机感的剧情 也轻轻松松就可以把它解除封印 所以才会让人觉得无聊 明明就有一些世界观可以去演去解释 金毛银盾的登场方式也可以修饰的更好 结果都拿去打一些不是很好看的架 这就是这部电影版最可惜的地方 好啦不过呢 在这电影版中还是有一个必须要夸奖的人 电影刚开始小新看动感超人才想要买动感超剑 结果他买到传说中的金毛 也就是说要不是因为动感超人 小新就不会拿到金毛病拯救世界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一定是动感超人知道世界遇到危机 故意演了这一段剧情让小新想要买动感超剑 而且还可以卖周边赚一笔钱 我们可以说其实这次是动感超人拯救了世界才对 好 这次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 好啦那这次影片就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帮我按个喜欢 也可以帮我按个订阅 那我们有机会再见啦 拜拜